今天来教大家画一个瘦蛇 吐槽阶段 首先明确自己的想法 确定好大方向 然后再用线盖控吐槽 确定好方向后 再进行勾线 勾线不要磨蹭 下笔要快准狠 然后再进行前底色 一定要记住分吐槽来前 方便修改 牙齿不是重点 只需要把明暗面分开 再加强一下交界线就好了 然后再画出舌头大的明暗关系 再进行层次上的细分 丰富转面 加上高光 舌头就差不多了 口水是主要部分 可以花里胡哨一些 用渐渐色来作为底色 带一下液体暗部 这里建议不同颜色部分 单独选它的暗部颜色画上 来亮光和反光画出来 可以很有效的 显出液体光滑的材质 这样整体的基调就已经完成了 往后就是无尽的细节刻画了 形状的调整 颜色的统一性 瑕疵的去除 都是这一步需要做的